大家好,恆子又上去接近24000點 十月驚奇確實不是浪得虛名 一開局就整個特朗普中招出來 搞到整個市都滑上滑落 很快就出軟,市又抽上去 恆子又跟著美股,上去24000點這個位置 但始終十月都非常非常之多的變數 包括中美關係、特朗普的選情 各樣東西其實都存在著很多的變數 再加上今個星期又有黃金周 沒有了北水 所以近來見到港股的成交都是低的 沒有成交的助力之下 你叫恆子再上,我覺得就不太容易了 單靠一些過股的消息或者新股的消息 對市場可能有些幫助 但就做不到趨勢 做不到一個很大的上升浪出來 所以就隨著特朗普又出軟了 接下來他又要安排第二場第三場的辯論 我想那個形勢更加難預測 所以為安全起見 其實去到24000點 我都會建議減一減榜 慎防一兩句說話 將市場打回頭 那時候更加難走貨 市場焦點近來都在黃金周 零售銷售銷售行程 我相信來說 如果你說這幾天 美國那方面沒有太大的變化 或者對中國沒有太大的敵意 的言論的話 我想下個星期 A股應該會做好一點 因為黃金周的零售銷售 的情況 A股相關股份 應該會看到 感谢观看